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Coding Listening 上一节我们讲解了如何去构造一个有限状态自动机 以便进行自伏串的匹配 当时我们只给出了状态机的构建的步骤方法 但并没有告诉大家为什么那么做是对的 而这一节我们需要从数学上去证明 为什么上一节我们所做的算法步骤是扎实的正确的 那么所以这一节我们主要的精力集中在相应的数学证明上 而这一块内容也是整个算法学习和训练中 最为难啃的一部分 我想大家可能对数学都不会有太好的好感 但是作为技术科学来说 数学始终是描述自然原理的最好语言 所以无论怎么样我们都逃脱不掉 如果大家实在不喜欢的话可以越过这一节 同时如果大家对这一节的内容不是很清楚的话 问题也不大 大家直接看一看知道一下 然后越过去就可以了 OK那么我们下面就开始对上一节我们所做的算法进行数学证明 那么在这里呢 一开始我们需要给这个有限状态自动机进行比较详细和精准的数学定义 那么有限状态机在数学上是怎么定义的呢 第一有限状态自动机 大家看一下这里面它首先有节点组成 所以我们用一个Q 大Q来表示状态机中这些节点的组合 那么一开始的时候 状态机在初始化之后 会自动处于一个状态 叫初始状态 对于上图这一个状态机来说 节点0就是状态机的初始状态 所以我们用符号Q0来表示 同理呢既然有初始状态的话 状态机就会有一个结束状态 那么我们用结束状态 我们用一个大写的字母A来表示 在上图这个状态机中 这个结束状态我们就应该是这个节点1 那么大家看这个有限状态自动机呢 每输入一个字符它就会变换一次 在这个图里面它所能接收的字符 只能是AB两个字符 那么状态机所能接收的所有字符的集合 我们称之为字符集 用这个符号叫Sigma来表示 那么这个Sigma字符集的话 对于上图这个状态机来说 就只包含两个字符 它们分别是A和B OK那么接下来呢 当状态机处于某一个状态的时候 大家看如果状态机此时处于状态0 那么如果输入的字符是A的话 那么根据这条线来看 它会跳转到状态1 如果输入的是字符B的话 根据这条线来看的话 状态0会走一个循环走到它自己 那么这种呢 接收一个字符 然后做一个状态转换的这个行为呢 我们用一个函数 DELTA来表示 这个符号叫DELTA 那么 于是当根据上图呢 当状态机处于0 输入的状态是A时 转移到状态1 大家看这里面我写错了 这里这个符号 应该用这个DELTA来表示了 那么DELTA 这个函数就表明 那么DELTA 当这个输入是0 和这个输入字符是A的时候 它得到的值是1 所以这个跳转的这个动作呢 我们就用一个函数叫DELTA来表示 最后呢 此时我们还需要引入另一个函数 叫做Fy 这个函数呢 叫做它的最终状态函数 也就是状态机在接收一个字符串的时候 分别读入字符串中的每一个字符 然后根据字符去跳转 当把这个字符串的所有字符都输入进去之后 状态机最后跳转到这个状态 叫最终状态 那么这个Fy函数呢 接收的就是一个字符串 然后得到的这个值呢 就是这个最终状态的这个状态的编号 我们举个例子 对于前面这一个上面这一个状态机来说 如果我们输入的字符是ABBA的话 大家看看首先处于状态0 输入是A跳转到1 然后是B又跳转回0 然后再输入B又跳转到0 最后输入到A 那么就跳转到1 也就是说整个状态机在接收字符串ABBA的时候 它最终的状态会处于状态1 所以这个Fy在接收这个字符串ABBA的时候 得到的结果就是1 同理如果我们输入了字符串ABB 大家看一下 在这一个状态机里面 首先从状态0 先从这个ABB中 读取第一个字符A 它先跳转到状态1 然后再读取字符A 又跳转到状态0 紧接着再吸收字符B 又跳转到状态0 再读取最后一个字符的时候 B的时候 又从0到0 所以这个状态机在接收这个字符串ABB之后 它最后的状态是0 所以这个Fy输入这个 参数是字符串 是这个的时候 ABB的时候 它给出的结果是0 那么状态机在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处于这个初始状态 那么初始状态我们已经用Q0来表示了 在一开始的时候 状态机是不接收任何字符串的 那么反过来说 我们可以说状态机在一开始的时候 接收一个空字符串 所以呢 我们就有这个定义 在把这个Fy 再输入这个空字符串的时候 那么它得到的这个状态的这个数值就是Q0 也就是说这个Fy 在接收一个空字符串的时候 得到的结果就是Q0 那么假设我们这个W是一个这个字符串 那么大家看一下W后面添一个字符A 就会变成一个新的字符串A 那么这个Fy对这个A取值呢 也就是说看把这个字符串W和A 合在一起形成的新字符串 放到我们这个状态机之后 看这个状态机最后的状态是哪一个状态值 那么所以这个FyW 就相当于我首先得到这个FyW 也就是说我先看在这个输入的字符串是W的时候 先看这个状态机输入这个字符串W的时候 它处于哪一个状态 然后在这个状态的基础之上 再输入字符A进行一次跳转 所得到的状态就是这个字符串W A输入状态机之后所得到的这个最终状态 对吧 那么这一点的话可能在这里面的话 大家可能需要花点这个精力琢磨一下 这里面稍微有一点点绕 所以大家需要花个精力琢磨一下 OK那么大家看在这里面呢 我就给在这里面这段文字呢 就对这一个公式进行了一个解释 如果刚才我说清楚的话 大家可以就不用看这一段文字了 那么如果大家对我前面的解释不清楚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段文字的描述 那么可能会清楚很多 数学推理呢 就是通过这个数通过相应的这个符号 来省略了一些比较繁琐的描述 所以数学推理它主要就是精准 但是精准的话就会隐藏一些 在这个过程中会隐藏一些信息 隐藏这些信息的话 大家再去看这个数学推理的时候 就需要把这些隐藏信息重新调出来 以弥补这个思维的这个跨越 所以数学推理难就难在这里面 就是这个数学推理比较烧脑的原因 OK我们继续往下看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又需要去定一个很重要的函数 这个函数叫做这个sigma t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函数是这样的 如果给定一个要匹配的字符串p 以及一个文本t 那么这个t呢 就是这个函数sigma的输入参数 那么输入到这个sigma函数之后 这个函数会返回一个数值k 这个数值k表示什么意思呢 k表示从这个要匹配的字符串p开始 连续读取k个字符所形成的这个字符串 能够变成这个文本t的后缀 有点绕 大家看一下下面这个例子 如果我们假设p是这个abcdefg 那么t是hh 最后是这个a 那么大家看 从p开始取第一个字符 所构成的一个字符串a 也就是这个字符串 只含有一个字符a 那么就会形成这个文本t的后缀 所以这个把这个t当参数输入到前面这个函数sigma的时候 得到的这个值就是1 如果这个t是ab hhab以ab结尾的话 大家看从这个字符串p开始 连续取两个字符 就所形成的字符串ab 就能是这个t的后缀 所以把这个t输入到这个sigma函数的时候 得到的这个值就是2 同理 如果这个t是以abc结尾的话 那就意味着我们要匹配的字符串p 从第一个字符开始 连续读取三个字符 所形成的这个字符串abc 能够形成这个文本t的后缀 大家看abc 正好是这个后缀abc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把这个t放入到这个函数sigma里面 就会得到的值就是3 ok得到的值就是3 那么这是我们要介绍的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在后面 在我们推导过程中 会有比较详实的使用 那么我们现在接下来我们回忆一下 上一节我们是怎么构造这个状态机的 我们个状态机的构造呢 就有类于我们要去这个匹配的这个字符串p 如果这个字符串p含有m个字符的话 那么整个状态机就会有m加一个状态节点 那么这m加一个状态节点分别有编号01 一直到m 那么我们的初始状态q0呢 就是处于这个编号为0的这个状态 那么接收状态呢 就是把这个最后一个状态节点m 当做这个接收状态 那么当我们处于状态q的时候呢 我们输入这个字符a 我们就要决定这个状态机跳转到的下一个状态是哪一个状态 那么我们当时是这么做的 假设我们状态机处于状态q的时候 要接收字符a的时候 它要跳转的状态呢 就根据这一个公式来 那么大家看这个是pqa 表明我从这个p开始 从这个p开始 连续读取q个字符 做一个字符串 然后再把这个后面这个字符a 添到后面去 形成新的字符串 然后再看这个p 从前头连续几个字符开始 能够成为这个pqa的这个后缀 那么把这个 连续读取的这个字符数 当作当作我们这个 处于状态q输入这个字符 是a的时候 要跳转的下一个状态 我们看假设这个q是2的话 那么我们就相当于从这个p开始 连续读取两个字符ab 那么pq就相当于字符串ab 然后把这个a加到这个ab的后面 形成新的字符串aba 然后再看这个字符串p 从第一个字符开始 连续读取几个字符 能够成为这个新字符串aba的这个后缀 那么把这个连续读取的这个字符数 就当作我们跳转的下一个状态的这个 状态节点的这个节点号 那么大家看一下前面 我们给出的这一段代码呢 在这里面就是依照这一个 依照这一个公式来构造我们这个状态节点 大家看在这一段的时候 这一段的时候我们从这个p里面 取出它的这个子串 从0到q取出这么多个字符 然后再加上最后这个字符c 这里面呢这个 这一个代码的作用呢 就是得到字符串pq的作用 最后这个c呢 对应的就是这个公式里面的这个字符a 那么这样的话 这么一做我们就得到了这个字符串pq加a 实际上是pq加a 然后呢 去找这个后缀 5 surface就是找这个匹配字符串p 看这个匹配字符串p 连续开头 读入连续 从第一个字符开始 连续几个字符 所形成的字符串 能够形成这个pq的指串 那么得到了这个字符数之后 就当做下一个状态 也就是得到的是这个跳转 下一个状态的这个跳转的这个 下一个状态的这个跳转编码 所以在这里面呢 我们这个代码呢 是依据这个公式来构造的 OK 大家可以 这里面有点绕 大家在下面如果有心思的话 有兴趣的话 可以根据这个代码来对应这一个公式来看一看 是不是对等的 OK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这么构造出来了之后呢 如果我们能够证明这个状态机满足这个条件的话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匹配的这个文本 也就是说匹配的文本 假设我们要匹配的文本是t 从前面拿出i个字符 那么把这i个字符所形成的字符串 输入到我们这个最后的输入到我们这个状态机之后 状态机所得到了最终状态的这个状态编号等于这一个sigma ti 也就是说sigma ti就表明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从这个假也就是说从p开始 也就是从字符串p开始连续读取k个字符之后 得到了这一个字符这个字符串 能够是这个字符串ti的后缀 OK是这一点的 如果我们把这个 如果我们如果在这个如果这个条件成立的话 那么我们去我们逐个的把这个被匹配的这个文本 这文本字符串t把它的字符逐个输入到这里面 如果逐个输入使得输入到某一个i的时候 正好得到的状态是m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等式 我们就可以知道 那么整个字符串p就变成了这个ti的后缀 而这个ti呢又是我们这个匹配字符串文本的这个前缀 那么这样的话就表明 当我们这个ti输入到整个呃 输入到整个状态机的时候 使得状态机跳转到最终的接收状态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是这个字符串p包含在我们这个呃 要匹配的文本ti之中 那么这就是我们要证明的 只要证明了这一个等式之后呢 我们这个啊 只要证明我们这个等式之后呢 然后把我们的这个要匹配的字符串输入到这个状态机 然后看状态机是不是有某一步能够跳转到最终的这个状态m 如果能跳转到最终状态m的话 我们就可以知道 确确的知道我们这个文本ti能够包含要匹配的字符串p ok 所以我们最后的目标就是要证明这一个等式 那么要证明这个等式的话 我们需要证明三个定理 首先是第一个定理 就是这个sigma 对于这个要匹配的字符串p 以及这个匹配文本x 还有任意的一个字符a 我们有这个sigmaxa就小于等于sigmax加上1 我们要证明这一个不等式 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sigmaxa先设定为一个值 这个值用r来表示 那么这个r具体等于什么数值无关紧要 不影响我们的推理 那么如果我们先假设这个r等于0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这个文本x后面加上这个字符a之后 所形成的新文本 那么p从这个p从第一个字符开始 找不到任何 任何个字符能够形成这个新字符串的这个后缀 举个例子 如果这个p是这个abc 假设p等于abc 那么x等于hhddddd 然后这个a的字符的就等于f吧 那么这样的话xa呢就等于字符串dddf dddf大家看一下从这个p开始 你无论连续读取几个字符所构成的字符串 都不能够都不能够变成这个xa的后缀 所以这个sigma xa就等于0 我们就认为是等于0 OK 那么我们假设这个sigma xa是0的时候 那么这个设置显然是成立的 因为你这边是0的话 那么你这里是一个大于等于0的值 大于等于0的值加上1的话就大于等于1 所以0肯定是小于等于1的 那么所以当r等于0的时候 我们这里面是可以成立的 OK 那么如果这个r是大于0的话 那么我们就是也就是说 从p的第一个字符开始 连续读入r个字符 就所形成的字符串pr 能够构成这个 新能够构成这个字符串xa的后缀 那至于xa呢 就相当于把原来这个文本x 在后面添加一个字符 所构成的 现在这里面呢 我们假设这个a 所对应的字符是这个字符a 也就是说xa实际上是原来的这个文本x 在末尾添加一个字符a之后 所构成的新文本 那么如果pa是这个xa的后缀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确确的知道 这个字符串pa肯定也是以这个字符a结尾的 那么pr肯定就不能是这个字符串xa的后缀 对吧 肯定是不能是这个字符串xa的后缀 那么也就是说pr也是以这个字符a结尾的 既然呢pr和xa这两个字符串都以这个字符a结尾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两个字符串同时去掉最末尾的这个字符a 那么这样的话把这个字符a从这个pr和xa的末尾去掉的话 我们就有这个pr-1是x的后缀 这里面我们再在这里面给了一个具体的例子 如果说pr是这个bac x就等于这个dddb的话 那么pr就等于这个ba 因为从p的前面连续读取两个字符 所以pr就等于这个字符串ba 那么x呢从后面添加一个字符a之后 就变成是dddba 那么这样的话pr就是这个字符串ba 就是这个xa的后缀 因为ba可以匹配这个后面的两个字符ba 所以这样的话把这个pr和这个xa 后面的这个字符a 后面这个字符a同时去掉的话 得到的pr是字符串b 那么它仍然是这个字符串这个dddb的后缀 所以前面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那么由于呢大家看pr-1是x的后缀之后 这个k呢就表示 从p开始连续读取最多k个字符 能够形成这个x文本的后缀 也就是说pk是所有 也就是说这个pk呢 这个pk就这个k就表明了 我们我们能够从这个字符串p中 连续读取k个字符最多读取k个字符 能够形成x的后缀 也就是说这个pk呢是这个x后缀中 满足这个x的后缀中最长的一个字符串 那么这个k呢就肯定要大于这个r-1 于是我们就要有这一个等式对吧 这一段稍微有点绕 可能我在这里面用口头说 大家可能也不太明白 那么下来之后可能还真需要大家自己花点时间看一看 ok 那么我们至少可以得到这个r-1是小于等于k的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r-1就小于等于这个sigmax 因为我们前面已经另这个k等于sigmax了 所以把这个等式带到这里面来 就得到了这一个不等式 那么调整一下就有这个r就小于等于sigmax加e 但由于r呢就正好等于这个sigma的xa 所以我们就有这个等式成立了 sigma的xa就小于等于sigmax加e ok这就是这一个定理的这个证明过程 这个过程可能稍微有点绕 有可能大家还是需要在下面花点时间去思考一下 ok我们再看一下第二个定理 第二个定理是这样的 也就是说对于这个匹配字符串p以及文本字符串x 那么此时对于任意一个字符a呢 我们看如果这个对于这个字符串x来说 它的sigmax等于q 这就表明字符串p从第一个字符开始 连续读取q个字符所形成的这个字符串 能够构成这个x的后缀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这个结论是 sigma的xa等于这个sigma的pqa 那么这么看有点抽象 我们下面给一个具体实例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p等于bacdbx等于fffb的话 那么这个q就等于e 因为这个p从开始连续读取一个字符 能够形成这个x的后缀 因为x是以b结尾的 那么p从前头连续读取一个字符 所得到的字符串b就可以是这个x的后缀 那么xa呢就在后面添加一个字符a 那么就是fffba 那么于是呢这时候呢 从这个p开始呢连续读两个字符 所形成的这个字符串 就是这个xa的后缀 于是这个q呢等于这个sigmaxa呢就等于2 那么而pea呢大家看pe是b 那么pea就等于ba 那么所以这个pea呢 大家看这个pea呢不就正好等于这个sigmaxa呢 那就正好满足这个等式 对吧 所以就正好满足这个等式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等式的成立呢 我们举一个具体例子来看的话 这个式子是可以成立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证明 对于任何这个合法的这个字符串呢 这个等式都成立 下面就是这个推理过程 如果我们这个pq也就是说从字符串p的第一个字符开始 连续读取q个字符所形成的字符串 恰好能够构成x的后缀的话 那么这个pqa呢仍然是这个字符串xa的后缀 这一点还比较容易理解 应该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那么如果我们令这个xa sigmaxa等于r呢 也就是说这个p从这个字符串p呢 从第一个字符开始连续读取r个字符 所构成的子字符串 是这个新字符串xa的后缀 那么根据我们上面这个定理呢 大家看根据上面这个定理呢 我们就有这个r等于q加e 因为这个q正好是等于这个sigma 因为这个q正好是等于这个sigmax的 因为这是我们在这里面假定的 那么由于这个字符串pr呢 是含有r个字符 字符串呢pqa呢就含有q加e个字符 对吧前面是这个pqa呢 就是指从这个字符串p取出q个字符 所形成的子串 后面再加一个字符呢 就形成的这个整个字符串呢 就有q加一个字符 那么由于这个pqa呢 是q加一个字符 同时r小于等于这个q加1 这是我们前面认证的 这就意味着呢 字符串pr呢 的长度比字符串呢 这个pqa要短 因为这个长度r比这个q加1小 所以这个字符串pr就要小于 它的长度呢 就要小于这个字符串pq 后面添加一个字符a 同时呢这个pqa是字符串xa的后缀 字符串pr也是字符串xa的后缀 于是呢就有这个pr是这个pqa的后缀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假设这个x等于这个是abcabc 那么当这个p的时候呢 假设这个如果其中有一个字符串 我们来看假设是pe吧 pe吧 等于是这个bc p2呢等于abc 那么大家看p2这个abc呢 肯定是x的后缀对吧 同时呢这个pbc呢也是这个x的后缀 但由于这个p2呢 它的长度是3 p1的长度是2 那么由于p1和p2同时是x的后缀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这个p1也变成了p2的后缀 这么很显然嘛 这个p1是bc 那么p2也是以bc结尾的 所以p1就变成了p2的后缀 ok就是这样的定理 所以这里面我们说的就是刚才这一个原因 所以既然pr是这个pqa的后缀的话 那么我们就肯定有这个r小于等于sigma这个pqa ok这里面大家可能又要得想想 因为你要想想这个是什么意思 ok我们就有这个r小于等于这个sigmapqa 那么由于这个sigmaxa呢等于r 我们就有这个sigmaxa呢就小于等于sigma这个pqa 比如这一个等式成立 但是问题呢就在于这个pqa恰巧又是这个xa的后缀 那么于是呢这个sigma这个pqa呢就正好要小于等于这个xa sigmaxa 大家看到吗 因为这个pqa是这个xa的后缀 所以这个pqa呢它的长度要小于等于这个xa 那么这个由于这个pqa的长度小于这个xa呢 所以呢这个从p开始呢连续读取的字符所能够构成这个pqa的后缀呢 这个字符数呢肯定要小于这个sa ok这里面稍微又有点绕 大家后面下面可能自己还要自己去看一看 至于数学证明来说用这个视频讲解可能还真不算容易 所以大家在这点可以看一下 那么这一点成立 也就是说这个反向的这个不等式又是成立的 那么既然一个不等式小于等于成立 大于等于也成立 那么这样的话他们就只能取等号才能成立 所以这个等式呢就成立了 在这里面呢大家可能下面还要自己去看一看 那么通过这个描述呢可能很难让大家一下子就明白 ok我们继续看定理第三个 定理第三个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证明这个定理了 也就是说我们要当我们对一个要查找的文本t 我们把这个文本t的前i个字符输入到状态机的时候 他所在的最终状态的编号等于这个 就等于sigma ti 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们假设这个sigma ti等于k的话 假设这个sigma ti等于k的话 这就意味着把这个 这就意味着把这个ti每一个字符输入到状态机之后 如果这个状态机最后位于的这个状态是k 那么我们还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p 1k所形成的这个字符串 正好是这个ti的后缀 ok我们想证明的是这一点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看也就是说把这个ti 1到i这i个字符输入到这个状态机之后 我们就所得到的状态k 正好能够满足从p中取出前k一个字符 所形成的字符串 恰巧是这个字符串ti的后缀 ok我们要证明这一点 那么在证明这个等式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运用到的是一个数学归纳法 数学归纳法是这样的 我们假设这个t等于0的时候 t等于0的时候这个ti是一个空字符串 那么空字符串呢得到了这个最终状态呢得到的这个初始状态就是0 那么这里面呢空字符串 那么p从对于一个空字符串来说 p从p取0个字符也可以形成空字符串 p取0个字符所形成空字符串 恰好也是空字符串的后缀 所以这个i等于0的时候这个等式是可以成立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假设i等于k的时候这个等式也要成立 那么由数学归纳法的性质呢 我们需要推论出k加1的时候也要成立 ok我们现在要证明这一步 那么假设我们取这个phi tk是等于q 也就是说把这个t的前k个字符输入到这个状态机之后 得到的状态节点的编号是q 我们把这个ti加1 也就是说t字符串中di加1个字符 用这个变量a来表示 那么这个phi的tk加1就是phi的这个tk加1 这个不难理解吧 这个tk加1 那么因为这个tk加1t的这个k加1呢实际就相当于前面的 这个ti加1所形成的字符串呢 就相当于前面的i个字符 再添加到di加1个字符所形成的字符串 就这一步 所以这一步过渡过来 大家应该不难理解 ok我们有了这一步之后 我们再看后面这一步呢正好就等于 也就是说我们看这个字符串tk 输入到状态机之后所处于的最终状态呢 就相当于我先看这个输入tk这个字符之后 输入前k个字符之后 状态机所处于的最终状态 那么然后处于这个最终状态的时候 再输入字符a看它所跳转到的下一个状态 就正好等于这个tk一下子输入到这个状态机之后 所达到的状态 这一点大家应该理解吧 应该不难理解 那么这时候呢因为我们假设这个 当我们把文本t的前k个字符 全部放入到状态机之后 这个状态机跳转的状态变号呢 我们假设是q 所以可以把这一点t换到这里来 大家看这一步的假设放到这里来 那么就得到的是这一步 那根据我们这个状态机构造的方法呢 当处于状态是q的时候 输入字符是a的时候 它所跳转的下一个状态就是这个sigma pqa 这是我们状态机构造的方法 所构造做出来的 那么这个pqa呢 这个pq呢恰巧就等于这个alpha tia sigma tia 那么这一步怎么来呢 是根据定理2和上面这一个定理2的假设 大家看 大家看这个定理2 这个sigma pqa就等于sigma xa 那么这个x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这里面的这个ti嘛 把这个s换成ti的话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一步 那看就可以得到这一步 只要这一步的得到是根据这个定理来的 ok是根据这个定理结论来的 只不过把这个x换成我们这个ti就成了 那么得到这一步了之后大家看 得到这一步的时候呢 这个tia不就是这个ti加e吗 那么因为tia是这个字符 dti加一个字符 ti是前前i个字符 所以这两个这两段合在一起 就相当于这个文本t取出前i加一个字符 那么我们就得到了最后我们就推论出得到的是这个sigma ti加e 那么由于前面这一步一步一步走下来呢 我们就得到 不好意思在这里面我写错了 这里面应该是写成这个i应该是k 那把这个i换成k 我这里面不注意写错了 所以最后呢得到了这一步呢就是k加e 那么k加e的话就表明我们这里面这个等式就成立了 所以通过这一系列推导之后 我们最后能够证明这个等式的存在啊 等式的成立 这个等式的成立就表明我们上一节所构造的这个状态机 它的数学原理是能够证明我们的这个匹配算法是正确的 OK 那么这里面的证明就给大家叙述了一遍 那么由于数学证明呢它的叙述作用不太大 所以大家可能还需要在下面 如果大家有意愿的话 还可能通过下面反复去琢磨这个文本中的每一部逻辑 来明白这里面所说的 通过口头叙述呢 讲解呢很难去把里面的逻辑给大家阐述清楚 也只能给大家大概介绍一下整个这个逻辑的推导框架 那么后面大家去理解的时候可能相对容易一些 但是还是需要大家花足够的精力一点一点去啃的 这是这个数学数学推理大家最讨厌接触的地方之一 就是它太费难太花费精力 但是如果大家想要提高这个算法的分析能力的话 这个数学推导确实还是很难跳得过去的一个一个地方 还是需要大家花精力去啃一啃的 OK 这就是这一节我们的主要内容 在这里呢 大家看这一节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这里面呢 这个字符rn要换成k 这是我的一个笔物 大家要注意 这是我的一个笔物 应该换成k 这个a就是t的k加1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OK 谢谢大家来到Coding迪士尼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后续的课程 谢谢大家